Mini GT 最新最新的一個產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拿到了Mini GT最新最新的一個產品 64分之一的BMW E30 M3 他沒有特別特別講 那是E30 M3 他是白色的 編號41號 看一下他的背面一樣景欲 然後在這個背面有一個 雷射標籤BMW的雷射標籤 我們發現這個雷射標籤很厲害 特別拍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來 我們從最最旁邊來看 有沒有看到前面的水箱的盛行 我們台灣講豬鼻子 來 在一個角度之後要縮小一點點 就歷年來他的 那個水箱罩的變化 然後再來變小 開始往上轉 然後再來變長 再跟變長 OK 有點死角 變長 變長 到最終變成這個式一樣 蠻厲害的喔 這個雷射標籤他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實在是讓人覺得很有趣 雖然說他沒有 雖然說他 並不是模型的一部分 不會蠻有趣的 所以代表 這是一個有授權的BMW的產品 那我們就把它拆開來看給大家看一下說 迷你GT 經過一年多的一個開發之後 最終最終他的成品到底是怎樣 標準的一個保護包裝 好 各位看一下 從側面來看 四四方方的斯巴達的一個 標準線條 好 那這一台最大家 在大家心目中最標準的一個車身就是所謂的可樂瓶 可樂瓶 怎麼樣叫做可樂瓶呢 因為他是寬體 有個一般標準款的BMW E30 他前後都是採取寬體 而且他只有雙門 他沒有四門的 這一款是 E30是沒有四門的 M3 好 那再來他的那個新香蓋也不一樣 他比較高 為了線條的部分 他有比較高 突出來一點 你可以去比對一下 那個E30標準款 那他配備的是 16吋 當年 在90年的時候 配備16吋的標準 BBS代工的 BBS的標準 就是一個標準圈 Y型爪 再來車頭 最難表現 我們看過很多廠商 他在這一個水箱罩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蠻多廠商 在一座 E30M3的時候 這個線條都跑掉 會失真 那再來就是 剛剛雷射標籤的這個盛行 盛行的那個水箱罩 他的一個標誌 當年並沒有魚眼 所以他的那個頭燈 並不會像現在魚眼這樣子 閃閃發亮 那下面的霧燈 他也是分件 後面採用電鍍塗裝 所以可以看到 他蠻亮的 方向燈的部分呢 因為這個實在太小 沒有辦法做分件 所以他印刷 但是你看他印刷其實也不模糊 他是用一個金屬橘的一個感覺 一個反光 然後再來這個四條 一定有的 車引擎蓋上面的一個 BMW logo 也有印出來 記得都是印刷 然後 我們看上面 他是可樂瓶 就是前面 凸起來 中間吸下去 然後再凸起來 吸下去就跟可樂一樣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他內裝是 OK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拆開他內裝 那可以仔細看喔 我們在後面的這個 後擋風玻璃上面有印刷出這個叫做 除霧線 蠻有意思的 既然他有印除霧線 蠻好玩的 然後尾燈的部分他也是透明分件 印刷出那個 透明 然後 透明紅 透明橘的一個 顏色出來 車牌不用講究而已 就是有打上影響 M3 然後在這裡 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M的標誌 然後有一個 M3 這樣子可以看清楚了 然後Logo不用講 然後雙處 這都是當年標準的 BMW M3的一個配置 這都是當年標準的BMW M3的一個配置 這台他卡的有點緊喔 所以在拆的時候 沒有那麼的順暢 試試看 他卡得很緊喔 可見他剛剛說在設計的時候 精密度 精密感還不錯 裝得蠻緊的 好 那我們把 車身內裝 拆下來看 他這台有分右下板 也有分左架板 那我們台灣這邊 我們就直接拿左架板 來給各位介紹一下 標準的 130 M3的 儀標板 他 BMW就是有一個感覺 就是他的 所有的設定 全部都指向 讓駕駛座 這有一個線條 有一個角度 指向駕駛座 就在所有的 這一些 控制的按鈕 全部讓駕駛座很濃 駕駛很容易可以 按得到處 然後 手排的一個 排檔桿 然後 他也有做出一個 手刹車 然後 當年是配備 這一種椅子 有點 桶狀 這是90年代的車 各位不要想說 他做到有多精細啊 非常細緻 沒有啊 當年就是 純機械 好 那我們一樣 快速把它裝回去 雖然說快速呢 其實 我們剛在裝的時候呢 發現 他的 組裝的 密合度 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才把它拆下來 不是那麼容易的 拆 不過還蠻簡單的啦 花一點時間 前後輪抓一下 其實他還是很可以把它拆下來 就兩根螺絲固定 特別讓各位看 特別看一下他的底盤喔 你看 當年的底盤都還沒有所謂平整化 空氣動力平整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排氣管啦 然後 引擎的下半部啦 懸吊的感覺啦 後面的懸吊 然後這個是 備胎的一個凹槽 然後中間的這個水 這個是油箱 然後密集logo 下面有一個產地 這就是 130 M3的底盤 然後排氣管他要做突出 兩根 當然那麼小 你不要認為說 當然我們說排氣管那麼細 你要以當年的眼光去看這一台車 不是看 用現在的眼光去看這一台車 好 這就是 我們今天介紹 最新的 Mini GT的產品 130 M3 白色款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要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右下角有一個小鈴鐺要把它開啟 這樣才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